号称全球最大球体商场的台北市金华城购物中心 曾经创下了从工厂改建百货的首例 但当初明明限制是不能够盖住宅啊 现在却因为经营不善传出要拆掉盖豪宅 台北市政府昨天证实了 基于时工变化已经同意放行金华城基地面积中 有三成比率可以新建住宅 如果真的成真的话将再创百货转盖豪宅的首例 台北市政府形同第二次开后门 初估金华城至少可以获得88亿元的收益 蓝绿宇员跟学者都痛批了 这个市府是土利财团 不符合社会公平正义